我們昨天凌晨4點工序 我們3點多施工完成之後已經進行檢測的動作 那剛剛就是再重新檢測一次給我們的主管機關以及民意朋友看 就是第一個我們用那個瓦斯偵測器 偵測有沒有瓦斯的成分 然後確定有沒有瓦斯成分 第二個我們用那個肥皂水 掃在那個瓦斯館上面偵測瓦斯館有沒有縫隙在漏氣 基隆市長謝國然跟七土區四位議員通通到了意外現場 了解新榮瓦斯的搶修結果 經過本次事件挖損的管線為民國68年的老舊管線 那經過本公司調閱圖資確認後 於11號晚上9點有效關閉的器源 老舊管線到底有多少 那沒有建制如果再發生像昨天這樣的事件的話 那如果說再發生的話怎麼辦 因為其實這六肚社區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眾 那他們覺得說這其實也影響到他們的身家安全 除了那個我們地基下線以外 然後又有這種不時的火焰冒出 我們也可以顯著一些舊的管線是有必要前市 有的市長在這邊有必要前市的來檢驗 不管是水電瓦斯 那在這裡特別感謝我們消防局 昨天第一次首先非常優先的趕快來處理 我們這個無名火的事情 雖然我們沒有一時之間能夠把它消除 可是到今天為止應該全部都OK了 所以今天市長特別在擺盲當中 很關心我們地區 我們大樓這邊的住戶們的生活品質的生活 請求安全 這個新隆瓦斯早期的管線沒有建立土資 因此新隆一開始誤認這是不明管線 而造成現場的火事延燒將近四個小時 所以市長第一時間也不想把那管線拆開 不知道喔 因為他們已經第一時間先關了一波了 所以他們也沒有經驗 因為那不是他們 聽說是他們很舊很舊的管線 可是很舊很舊管線 怎麼還會有瓦斯器在裡面呢 對啊 所以就大家要開會討論 那第一時間先求安全 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答案 在今天這一刻全部都釐清 所以我才要求說趕快來開會 另外基隆市政府的七土區公所 公務處 都發處等處長跟科長 全體動員進行調查聯繫 將這個意外災情控制在最小的範圍 讓民眾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 記者黃潤生 陳淑萍 採訪報導